当地时间28号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重大工程安装启动仪式 在法国该组织总部举行 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 影响最深远的国际大科学工程 它旨在模拟太阳发光发热的核聚变过程 探索受控核聚变技术商业化可行径 欧盟 中国 美国 日本 韩国 印度和俄罗斯共同资助了这一项目 根据此前发表的公报 通过对项目进展的评估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有望在2025年获得第一束等离子体 在安装启动仪式现场 一个托卡马克的剖面模型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托卡马克装置是一种利用词约束来实现受控核聚变的环形装置 它的中央是一个环形真空 外面围绕着线圈 通电时其内部会产生巨大螺旋形磁场 将其中的等离子体加热到很高温度 以达到受控核聚变的目的 托卡马克又被称作人造太阳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再建的托卡马克 则是在全世界数百个聚变装置积累的经验基础上设计的 其主要目标是验证核聚变能的科学和工程可行性 这一托卡马克设计高度为30米 直径30米 重达23000吨 而要组装这一庞然大物的难度更是十分艰巨 一些大型组件需要先在高度为60米的装配车间里进行预安装 之后再利用起重系统将其调装到托卡马克的基坑之中 对于起重系统来说 一方面要承受大型组件的重量 另一方面也要确保调装的精度 其实在今年5月的时候 托卡马克的第一个组件 就已经成功地安放到了我们面前的托卡马克基坑当中 那就是托卡马克最外层的杜瓦底座 那么它的重量就达到了将近1300吨 而调防它的时候误差不能超过3毫米 感谢观看